需求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些变数呢 因为H1N1疫苗的产能是出现变数的状况 这个变数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疫苗制造其实需要用鸡蛋来培养 但是因为连日来气温飙高 让公鸡没有幸运 母鸡也没有办法下蛋 而供应蛋的数量每天现在锐减了 5%也急坏了疫苗业者 气温高的吓死人 公鸡懒洋洋的不工作 母鸡也不下蛋 生产H1N1疫苗所需要的鸡蛋 这下子真的缺很大 天气的造成它的材质的意愿下降低啊 所以材质量整个就有减少的现象 所以它的产蛋量也有一点点影响 原本一天可以生产6万颗的蛋 但是天气炎热的公鸡没幸运 现在一下子少了3000颗 产量下降了5% 但是一颗鸡蛋 平均估算可以制造出1到1.5剂的疫苗 每天26万剂的产能 至少需要18万颗采购 根本是供不应求 靠机舍里面水帘的系统 来控制室内的温度 还有投一些产品 让机可以抵抗热颈破的部分 机场人员不敢大意 说人员气聚进到机场 都必须要经过紫外灯消毒 里头还有个负压隔离抽风机 防止细菌感染 还有这个恒温空调 让温度维持在28度 立抗炎下 H1万疫苗正式量产 蛋元除了湖伟这间合约的机场 还会跟国外订购 但是气温飙高 产量下滑 攻击没有信誉 少了颗蛋 就等于少了1到1.5剂的疫苗 疾管局下单的500剂疫苗 能不能够如期交付 恐怕会出现变数 中天新闻江志南方品文 云林采访报道